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CSS的颜色生成 CSS咱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什么margin padding 是什么 是颜色 对不对 咱们来控制网页更加的漂亮 对不对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 支持点 如何生成颜色 C C什么意思 color color缩写叫C 然后还有RGB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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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分别指定一个颜色的 R是什么 红 绿 蓝 三元色 分别指定三元色的直 RGB A A是什么意思 透明度 透明度是说 E是不透明 然后0是完全透明 有兴趣朋友快去了解一下 这个不是我今天的知识 这个是CSS的知识 好 咱们学习一下 好 我看一下咱们的摄影期 今天咱们Evit 该如何生成颜色 这是一些代码 我把它拷贝过来 简单看一下 今天的内容不是很多 好 试试 咱们放到咱们的样式单当中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给一个body的颜色复值 该怎么做 比如说body是指着整个页面锁的内容 叫做body 比如说我一般敲color 然后呢 按上一个冒号 后面我再给上一个 比如说红 或者说绿 黄 都可以吧 咱一般都是这么写嘛 对不对 如果咱们用这个emite该怎么写 大家注意看 直接一个c 然后一回车 注意看 一回车 出来了吧 它不能给咱们提供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不要颜色 我想要红 那怎么叫rgb嘛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或者说咱们不这么敲 咱们怎么敲 f00 也能出来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css的知识啊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快速指定颜色 再来一遍啊 我就敲个c 我不敲别的 就敲一个c啊 然后一回车 出来了吧 从来一遍 敲c 然后一个type 一样啊 也出来了 然后咱们再敲各种各样的颜色 没有问题啊 OK 接下来 我想在敲c的时候 同时指定颜色该怎么做 刚才我这个地方是直接敲c 就让它出来的 对不对 现在我步了 我在敲c的时候 同时我还想指定一个颜色 让它更省一步 该怎么做 试试一下 这个地方咱怎么敲 c csharp csharp 还真是csharp 让我再敲一个颜色代码 缩列的代码 f 然后呢 一回车 或者一type都可以啊 大家请看 它会自动给咱们生成rgb 都是f的这么一个颜色 全白 没有问题吧 再来边 c sharp 然后比如说我不知道f 行不行 我叫这个e行不行 无所谓 灰车 出来了吧 一样啊 这就是有点发灰了 这不就全白了 再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 仅仅是敲了一个字符 对不对 c 然后是sharp 然后它自动给我生成 那么我如果是敲两个字符呢 是这样写 它会出现什么结果 试一下啊 我敲一个字符 是所有的内容都按照我的一个字符 经生成 如果我敲两个字符的话 该是什么结果呢 试试 csharp f0 大家请看 这VSCode非常好 它自动都给咱们显示出来了 那咱们一回撤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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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换句话说 在csharp后面这些个敲的内容呢 就是咱们后面这个颜色的循环节 它把它把这个颜色按照RGB呢 循环三次 没问题吧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写法啊 再接下来RGB该怎么做 直接敲卡 然后冒号RGB 这个稍微麻烦 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敲c冒号 c冒号这地方它出不来啊 出不来 这地方它 我这地方还是不好 大家请看 c冒号它出不来的意思是说 它出不来RGB的参数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呢 我的课件没有写c冒号 而是写color冒号RGB 看结果啊 回撤 大家请看 红绿蓝三色的位置 都给咱们写出来 咱们再去直接敲 比如这个地方咱们就叫做 f0 没问题吧 然后一个 type 然后呢 这地方咱们叫 小的我敲个sharp 00FF00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不录的地方 咱们敲00F 都无所谓吧 OK 换句话说 我这敲color冒号RGB的话 它会给咱们生成什么 会咱们生成 这三个参数 如果咱们只敲c冒号RGB的话 咱还得自己敲 括号 反括号 然后再敲三个值 就不方便吧 对不对 所以说推荐您采用我的这个写法 这个地方 color 然后冒号RGB 同理 color冒号RGBA 指定一个透明度 也是没有问题 咱们敲 color color冒号RGBA 然后一回撤 注意看 出来了吧 不但能指定红绿蓝 同时还能指定一个alpha alpha是一个由0到1的值 来标记咱们的颜色是否透明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您不觉得这个生成颜色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 稍等 我把这地方给您敲拳吧 比如说 F200 下面这个是F0 是sharp 0 F0 没问题吧 接下来这个是sharp 00F 没问题 在最后这个是0.5 让它这个朦胧感 既透明又不透明 的感觉 OK 好 以上就今天 我给您讲解 如何用AMI的生成CSS颜色的 简单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OK 现在的代码 我会放到看出更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 供您下来观看 OK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